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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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雨千天路 江山萬里西 青桓月初天雲 無處不是故緣情 紫散散春宗飛雪 迎來自己畫自己 秋去黃河不逃流 長江散下一周期 當有那陰陰山水 將此人間現場 文化日圈外 剎我情過敏 風雲千天路 江山萬里西 青桓月初天雲 無處不是故緣情 無處不是故緣情 各位觀眾您好 歡迎收看大陸巡奇 今天繼續我們的河北採風 河北省的磁州窑呢 在過去是相當出名的名詞 在晚清時呢 更是外銷瓷器的主力 它的產品品質是比較細膩的 像玉石般的經營 在許多出土的墓葬當中呢 有很多陪葬品 其中就有磁州窑的燒製品 說到磁州窑呢 就不能不介紹它的體系了 其中以彭承窑最為出名 現在呢我們做一番了解 邯郸早在八千年之前就有人類居住 而且創造了燦爛的慈山文化 這座河北古城興起在殷商後期 是大陸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在戰國時期 這兒是戰國七雄 趙國的都城 漢代成為五大都會之一 是當時的第三大經濟城市 邯郸市博物館是一座建在1968年的歷史名館 裡面展出的古物都是在附近出土的 最具價值的收藏品 慈山文化的陶展中有許多民建 可以幫助各位了解眼鏡的過程 慈州窑從北朝生產青瓷開始 經過隨唐的發展 到了宋代邁入繁榮期 慈州窑早在北朝時期就開始燒到青瓷 唐代是一般普通的大眾民謠 主要燒到青瓷 白瓷和黑幼瓷和三彩瓷品種多而不單一 宋金元是慈州窑發展的頂盛時期 是慈州窑發展的繁榮期 金代達到頂盛 在京代的最鼎盛時期 這兒的產品形成獨有的特色 也就是把中國傳統的繪畫技術 應用在陶瓷的裝飾上 創造了慈州窑的精品 也就是白底黑花 從此也開創了中國瓷器裝飾的新紀元 而這個時期的產品種類非常多 有幾百年的時間 各窑中生產大量的瓷疹 瓷疹在今天人類的眼光中 或許有些不可思議 但在流行的年代裡 具有實質的使用價值 這種枕頭一直到民國之後 才逐漸消失的 慈州窑在宋元時期 是中國六大窑系之一 即使到了現代 仍然是中國八大陶產區之一 窑有明窑跟關窑 關窑所使用的瓷土 質地比較細膩 大多生產觀賞性的產品 素面關窑產品 有內附兩個字 而明窑則比較重視實用性 所使用的瓷土也不一樣 很容易分辨 但明窑銷路比較大 食用廣泛 至今還有許多的窑內 留有大量殘片 那時候像這樣的窑廠 在蓬城有多少座呢 像這樣的窑廠有兩百多家 有四百多座窑 都冒黑煙 提升国民素质 应从不断地吸取教育中提升 这是全世界人类的共识 看这座出土的墓葬 坐落在县城南方 大约两公里的大肿营村北 北齐神武皇帝高欢一平陵西北 大约三百公尺的地方 根据出土墓志的记载 如如公主是安罗臣可汗之女 也是北朝东魏丞相高欢之子高湛的妻子 她是死在武定八年 也就是西元五百五十年 而死的时候仅仅十三岁 这个时代的东魏北齐时期这个墓葬呢 根据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靠谷的资料 它一般是穹顶墓 它这个和金元时期 这个北方草原地区 草原这个时期 这个文化面貌很相似 整体上都是一个北方民族 这么一个面貌 再一个就是它和最大区别在于它的壁画 就是在墓室这个墓道 一般是斜坡状的这个墓道 然后叫两项的壁画 包括在顶部啊 在这个墓室周边都画一个壁画 这是区别于西托时期 包括早期以及晚期 晚时代的墓 这是最大的区别的一个特色 北朝初年有儒儒族活动在北方 他们的活动范围呢 西起新疆烟旗 东至朝鲜 北渡沙漠 南陵大气的广阔地带 这是竹水草居的游牧民族 在正光初年 公主的祖父继位为儒儒主 东魏原相元年 略幽州 南至溢水 势不可挡 为了政治上的需要 东魏丞相高欢 与儒儒不和谈 而高欢第九个儿子高湛 娶了儒儒的公主 当时高湛年仅八岁 他娶的新娘子呢 年仅五岁 这段政治婚姻维持了八年 儒儒公主十三岁死亡 他的福家予以厚葬 墓中有桃涌甚多 他是一张队 就是一张队 他反映一种政治地位 一张牧主人 在这个时期 基本上都出大量桃涌 那么儒儒公主 他并不是一个帝王 他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桃涌呢 主要当时就是 东魏政权考虑和 柔然族 就是如如族 这种政治联姻这种关系 保持这种地位 所以可以来厚葬 按照基本 按照这个皇族的风格 来厚葬的 除了1064件 桃涌 这个涌呢 它主要就是从种类 它主要是大量是 文官和武官系统 这里边 你看前面有几股涌 它纯粹是一个一张的行为 是吧 后边还有 还有一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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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桃鸡 是吧 就是这个 马呀 桃马呀 包括这个 这个鸡兵啊 它整体还是有一张行为 所以我们一般 通常就是 所以叫兵马俑 墓内的壁画 还有1064件桃涌 仅仅是后葬中的一部分 因为这座公主墓 赵年曾经被盗 想必原来有更多的陪葬品 墓葬中最特殊的 就是几枚罗马金币 这些金币 是如何来到中原的呢 就是说这个 东魏的政权 是在叶城 叶城你们知道 到叶城看过了 它是六朝古都 是吧 东魏北提 包括从后赵时期 是吧 再往前就是到东汉时期 它是北方地区一个中心 那么到 袁绍以后 从曹操建立叶城以后呢 叶城基本上就是 这个 后赵 前沿 东魏 北提的渡城 将让如果前面 像曹操政权 还有个染位 时间很短 我们看成叫六朝古都 那么这样一个背景 在北方地区一个 大都会 和整个西方的 这个经济交流 它中间是形成了 一个文化带 那么这个金币 反映的是当时 东魏政权 和这个西方 和罗马时期 这样一个经济 文化交流的一个产物 从如如公主墓 我们印证了 东魏时期的许多事情 非常具有历史价值的 河北历史古城永年 是晚清太极拳名师 杨露禅的故乡 今天是什么风貌 请看下一段报道 来到河北省永年县以后 就会发现它丰富的内涵 在这儿有位非常出名的人 他叫做杨露禅 这趟我们特地拜访 杨露禅的故居 邀请他的后代 为大家做了表演跟介绍 让大家对时下再度流行的 太极拳能够有一番认识 现在请看这段报道 永年县在河北省的南部 境内西部正是 太行山东路的低丘陵区 从公元304年到581年 有两个半世纪 中国的北方陷入 分裂战乱的状态 河北正是其中的受害者 永年古城始建在隋唐以前 在春秋时期称为曲梁 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历史 相传隋末下王 窦建德曾经在此地建都 城池始据规模 而在元代时才开始扩建 如今我们所看到的城墙 是明代的遗迹 当时地方官曾经屡次扩建 在城化年间知府礼静 曾经饮水凿池 种河直柳 到了嘉靖21年 在历时13年 把土墙改为砖墙 城墙高 三丈五尺 宽二丈五尺 有城楼四座 角楼四座 其中西城门洞下 有一通石碑 而碑上磕着 大明嘉靖21年 知府陈祖 休憩此城 嘉靖43年为防水患 再修大堤及翁城 修建翁城是当时 出于是军事上的防守 和削减水灾的作用 因为永年城地势低 雨水多了 河水就会进入城区 来水时只要用土袋 把内外的翁城城门一堵 水就进不来了 因此几次闹大水 永年城都幸免于难 于是就有了好多传奇的故事 就是说在四个城门下 都藏有神牛 是神牛呢 把这个府城给抬起来了 永年古城还水而逐 1963年 邯郸地区发生特大洪水 永年古城内城门紧闭 并没有受到太大灾害 都是拜城墙之次 洪济桥在古城 广府镇正东方的东桥村 东西横跨浮阳河上 是浮阳河上第一座比较大的 在明代以前所修建的石拱桥 洪济桥最早建在河时 无法考证 但是有一石碑 既在明万历十年重修 修桥时四方乡人 捐精出力 共同努力而成的 洪济桥全部用石块石板砌成 与造舟桥的结构相似 十八根望柱上的雕刻 十分生动 永年是杨氏太极拳的发源地 最早的祖师正是杨福奎 杨福奎自露禅 他出生在河北广平府城南 一个贫农的家庭 自幼喜欢武术 他最初学红拳 有了一些基础 后来经药店老板介绍 他到河南温县的陈家沟去学艺 杨璐禅步行八百里 到了温县陈家座故宫 其实陈长兴呢 他是掌门拳师 并没有教他任何拳意 是杨福奎自己在月光下 偷偷看城市弟子练拳 他自己偷学来的 而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 杨璐禅把自己偷学的功夫 表演给当家拳师看 陈长兴看了之后大为惊奇 破例收了这个外乡来的弟子 六年之后才回转故乡 后来觉得自己的功夫不够 再到陈家沟求师 再几年之后呢 又去了一趟温县 前后一共学了十八年 杨璐禅在四十岁以后 惊人推荐到北京郊泉 声名大造 人称杨吴迪 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和 曾经称赞说 进退神速 虚实莫测 身如猿脑 手如运球 由太极之魂缘一体 而杨璐禅曾经担任 奇影武术教师 他是炙手可热的一流权师 永年太极除阳世外 还有武士太极跟陈氏太极 各派均有特色 武士太极拳的主要特点 是从G级的要求出发的 武士太极的创始人叫吴宇湘 他曾经编写过太极拳谱 在理论上有非常大的贡献 陈氏太极拳 他一疼腾拿谈斗 这样发出声来 他是这样的 但是杨氏拳一揉剑肠 揉棚 驴 他这样去带人 把对方进攻的人 带成就好像喝醉一样 带成醉汉 那么武士拳呢 他是钢肉相机的 他是在不动方寸的地方 就可以打人 只要站 说你过来 你随便看我哪个地步 好好打你就打 打得偏重 坐重 坐面边重 坐面就空 右重 右边就空 他是非常小的 小巧灵活运用的 走 听门的大军 五十年 高阳帅十万大军 由晋阳回到叶城 他强迫孝敬帝把地位善让给他 孝敬帝把喜寿交给高阳 并举行善让礼 于是新朝建立国号为齐 史称北齐改年号为天保 高阳被尊为文宣帝 不过北齐政权仅仅为止27年 就彻底灭亡 北朝牧群是咱们国家的重点工保护大位 它主要丰布在咱们慈县 慈县的丰布区域一共有134个牧种 主要丰布在南边是张河往北 北边整个夸渡南北夸渡是50公里 东西夸渡大约25公里 榨地面积就是1250平方公里 主要丰布在张河北岸和夸渡南边这一块 它这个牧葬性质啊 就咱们这个牧种往南这一块 大致就是东魏的牧群 藏北就是北齐的牧群 它通称为北朝牧群 北齐的牧葬群大多数是在河北省慈县 而东魏孝敬地的林寝也在这一代 这位帝王的陵墓设计独特 到底怎么回事呢 至今仍然是个谜 这台阶名为水生街 您可以仔细听听 当踏在台阶上发出声响时 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个水生是怎么来的呢 在民间社会上有几种说法 一个推测说这个木底下是空的 所以有这种声音 另一个说法呢 说木底下全部挂的是水 所以这个人走动以后啊 发挥回来水的声音 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认为这个台阶的夸度 跟腐术的高度 在自然中形成了一种 这个声音折射的效果 所以产生了这种物理下限 在民间老百姓这个说法中 还有一种新的说法 咱们那个右侧 那个黄顶的那个瓦 那个庙子叫南海瓜音庙 说在南海瓜音开光的时候 头天晚上 几个守候菩萨的几个老太太呢 听见有个水的声音 追出来一看呢 发现好像是菩萨 从这上面走过去了 追上来以后了 菩萨就不见了 然后他们再往回走的时候 这种水的声音就又出来了 所以他们说南海瓜音下灵 没有把南海的水带过来 把南海水的声音给带过来了 当然这是明家的一种说法 这是建筑的特色 也是当地观光的热门景点 纳西人的发祥之地在哪里 神奇绝美的白水台 会给您满意的答案 请不要错过下段节目的报道 说到纳西族呢 也许各位是耳熟能详的 一个少数民族 在云南丽江古城 住着很多的纳西族人 但是他们是从哪里迁来的 他们发源地何在 是很多学者专家 跟研究民族学的人 致力追求的目标 中殿的三霸乡白水台 人称是纳西族的发源地 有什么样的证据呢 我们一起来做一番了解吧 云南狄庆藏族自治州 白地地区 是纳西族东巴文化的发祥地 根据专家的考证 在距今两万年之前 就有纳西先民在这里升息 在雪山下有一个阿明灵洞 是东巴教第二圣祖 阿明石罗的修行之地 因此说这里是东巴教的发源地 并不为过 从1930年代开始 不断有中外学者在这里考察 他们有一个共识 就是一千多年之前 白地就是纳西族人民的圣地 成为东巴文化的古都 而这儿的象形文字呢 是最成熟最完美的 即使到了今天 白水台附近所居住的人 仍然以纳西族为最多 东巴文化保留的也相当完整 白地峡谷最初 被纳西先民开辟成为良田的时候 已经有许多村子建在高台上 最早在这里定居的纳西先民 是从一个名叫 如卡的地方所迁徙而来 早来的先民就住在白水台对面 二月初八的一大早 这些人看到了 有两条龙在白水台上 上下飞舞 最早的纳西族先民 住在白水台附近的村落中 靠什么为生呢 并没有文字的记载 但后来逐渐演化成开耕农地 豢养家畜 过着日出而做的农村生活 但是在平静的日子里 最不能忘记的 是祖先 便手之族开启山林 还有传说当中的神明庇佑 在这里人们必须相互的关怀 这个是什么 耳块 耳块 是我们自己导的 是做的耳块是吧 家中有喜庆知识 他们会赠送一些礼物 遇到吃饭时呢 加一双筷子 大家共尝美食 纳西族在堂屋中的火堂 一年四季 有着温暖的炉火 而吃饭招待客人都在这里 纳西族的确是一个随和的民族 吃的喝的都不挑剔 而家常代客的饮食呢 并没有太多差别的 这个小村子距离中殿 是103公里 景观最为特殊 中殿三坝白地峡谷西端的雪山下 有着举世无双的奇观 吸引着全世界人们的眼光 这里就是纳西族人生长的地方 也是故乡的骄傲 白水台是世界最大的 划拳台地之一 属于裸露地表的科斯特地形 是由地下水经过光化作用 把溶于水的碳酸氢钙 还原成白色粉末 碳酸钙堆积而成的 但在白水台上 它形成独特的地貌 在中心地区呢 大约有200亩建坊 这里从上到下 自然分成五个景区 每个景区都有特定的名字 像是银珠番花 明镜应天 仙人怡田 神女显灵 还有银水游龙等 白水台每个景点 都有各自的特色 令游客大有目不暇挟之感 而远远望去呢 很像是光芒四射 耀眼夺目的明珠 从近处仰望它呢 又像是一座 汉白玉砌城的维俄仙山 白水台几百尺宽的平台 层层叠叠 连绵不断 这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不加一点人力的 仔细观察 貌似光滑的流水泼面 还有梯田梗上 都有着无数极其细微的纹理 成波浪形排列着 老东巴河至本 生在这里 长在这里 如今它老了 就每天守在白水台的 出水口旁边 这里不仅是白水台的水源 也是纳西族人的 饮用水的来源 它是一个神圣之地 这位老东巴 也是东巴教的老祭师 他对这里的一切 了若执掌 每天从清晨到夜晚 他密切注视着 附近的一切 不让任何事物 污染了水源 他认为这是上天所赐 他时常用脖汁 把醉靠近源头之水 撒在受他祝福的人们头上 至于东巴象形文字 他是认识最多的人 那么现在这边的老东巴 还有没有 还有下面还有两位 还有两位 没有一个是年纪不好 眼纪 一个是字是不是 不是字 是不是 不会教下去 字是不是 有些知道有些不知道 有些会说 有些不会说的 哦 是这样 那么这些东巴文字 你多认识吧 多认识啊 多认识啊 也会写吧 会写会画 会画啊 会写会画 会跳 会唱 一样一样都会 和治本爱家乡爱大自然 一生执着的 为族人看守水源 他并没有酬劳 也不求别人的感激 他所做的 是他认为 最具意义的事 中午时分 我们随老人家 回到他的家 他的妻子呢 带大家进入房中 和治本 很高兴地 就坐在地上 大吃起来了 看来他的确饿了 饭后他高兴地拿出 并翻阅自己所写的东巴文 他说的意思 有天早上你要去放羊 你要去放羊 你要去放羊 哦 你要去放羊 哎 给它放羊 你要去放羊 不允许你去 让狼去放 现在懂得东巴象形文字的人 已经不多 和志本是少数人之一 他懂得最多了 纳西文是三千多个字 纳西文有三千多个字 在三千多个字的 那像你好 这个纳西文怎么说 你好 你好 女高 女高是什么女高 好不是高 那么 再见呢 再见 爱着下 爱着下 行吗 爱着下 在家爱着下 请到我家来做客 怎么说 老人说明天他将祭龙 希望大家能做观理者 我们欣然同意了 纳西族的祭龙活动是神圣的 而鸡血在祭祀中是最重要的圣物 下段节目报道 纳西族的祭龙活动 纳西族是一个古老的崇拜图腾热爱自然的民族 在这个民族当中 古老的祭典的应当算是祭龙 到了祭龙的日子 有一定的活动方式 也有不容改变的程序 是其他少数民族所少有的 由于时代的演变 任何事物呢 都有改变的可能 也许在未来岁月当中 这种祭龙活动呢 也会被改变的 现在我们留住这个时刻 看看古老的祭龙活动 白水台 所以能够被称之为东巴圣地 并不仅仅是因为景色特殊或美丽 是因为它有着宗教的神秘意境 在传说中 白水台中住着白水女神兄妹 使他们庇佑着纳西族的子民 生生不息 繁衍后代 继白水神的日子就叫做祭龙 老东巴懂得祭祀的方法跟礼仪 他按照传统的习俗 在祭台前面撒上香面与肉汁 这是白水台形成后第二天 先祖的祭祀方法 相传白水台使白水女神点化而成 同时上天还创造了十三位天神 协助白水女神兄妹 教导人类的祖先 所以在祭祀的时候 人人是心存感恩 纳西族人认为世间最圣洁的家禽 是鸡 所以在祭祀时呢 要选用公鸡做祭品 尤其是鸡血 有驱邪必凶招伏纳财的功能 鸡在宰沙之前 先在水中清洗干净 让他不沾世间乌尘 然后把圣洁的代替人类奉献的血 骗洒各处 邪魔看到之后会退避三摄 这就是邪不清正的道理 然后把鸡毛退去 汉米共同煮成饭 纪隆的仪式宣告结束 这是正统的纳西族祭祀 仪式之后 大家共同歌舞来表达庆祝 纳西族的妇女最古老正统的服装 就是现在她们身上所穿的 身上看到有毛皮 表示纳西族的祖先是牧民 她们所穿的服装明显地与丽江纳西族有别 因为那是经过改良跟变化的结果 风光如画的白水台 住着最古老 最不染成俗的纳西族 最近许多外地游人说 这里才是世外桃源 香格里拉 但是真正能体会她内涵的又有几人呢 凡有祭祀必有野催 也有些族人选在祭祀之后举行婚礼的 每个村庄的居民都兴高采烈地准备一顿丰盛的野餐 她们主要的食物是耳块及肉类 这一天呢 也是向白水女神祈求的日子 请女神降福 治病 求子 都在这时在心中默念 因为女神就在您的身边 野催的香味请女神享用 老东巴带着他的徒弟踩着祭祀的舞步 当正统的东巴祭师凋零殆尽的时候 政府出资派了一批青年来追随老东巴 学习语文还有东巴经典 以及最正统的各种祭祀活动 使东巴文化的传承得以延续 在纳西族正在汉化的今天 只有白水苔仍然沿用古风 看来老东巴是任重道远的 纳西族人是否受到藏族人影响喝奶茶呢 并无极可考 但是民族融合应该有这些关联的 他们喝奶茶之前用纸头沾茶 向天地祖先致敬的习惯 都如出一彻有相同之处 这是一个欢乐的值得庆祝的日子 青年男女在白水台前在歌在舞 轻快的歌声跟舞步当中 体验到纳西族最原始古老的歌舞形式 与舞台上所表演的完全不同了 据说这种最古老最传统的歌舞 现在已经不多见了 或许只有在白水台才能看得到 丽江纳西族及卢孤湖摩梭人 他们的歌舞传承同出一元 但几经时代的演变 歌舞的表达形式融入了现代化 所以在意境上就完全不同了 中殿在云南省狄青自治州的北端 白水台就在这儿的白地峡谷 这群保有着浓浓古风的纳西族人 为数并不多 但是他们坚持传统 不与现代做妥协 未来这少数的人们该何去何从呢 让大家为这群固执的人们祝福吧 清磕 清磕并不是藏族人专属的粮食 一部分纳西族或其他民族的人 也都能接受 所以住在山区中的藏族人 他们都种清磕 收成季节来到时 年轻有活动力的劳工 会去主动帮助人手不够的家庭 一片和乐助人的景象在此地呈现 他们认为 有饭大家都能吃饱 这正是上天的意志 而且神明在冥冥中 又曾辜负过谁呢 鸡犬相闻 互爱互助 这不是梦中的桃花源吗 吃不完的清磕 他们用来做成香甜可口的清磕酒 他们是利用最简单的设备 最传统的技术 酿出最美味的佳酿 这就是梦中的梦中的梦中的梦中 白水台是纳西族人的发祥之地 是桃花之源 也是香格里拉 留给人们的深刻印象 久久不能忘怀 又到俏皮画这个单元了 一个礼拜不见 看今天马大爷呢 他是神情非常的愉快 马大爷 有什么事您这么高兴 看起来喜气洋洋的 你不知道啊 我儿子是鲤鱼吃水啊 我是半夜里吃小鱼啊 两个盘子十条鱼 后来他才说 他找着工作了 明天就在单位上班了 哦 原来是 马大爷儿子找到新的工作 难怪马大爷非常高兴 听来我们也很高兴 只是刚才马大爷说了 三句俏皮话 什么鲤鱼吃水 半夜吃小鱼 两个盘子十条鱼 这全都跟鱼是有关的 跟他儿子找工作 有什么关联呢 我们休息一会儿 请马大爷仔细地说说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内涵 刚才马大爷提起他的儿子 找到新的工作了 他举了三个 跟鱼有关的俏皮话 分别是鲤鱼吃水 半夜里吃小鱼 两个盘子十条鱼 这都是什么意思呢 马大爷 您得仔细地说明白咯 我儿子鲤鱼吃水啊 吞吞吐吐吐 我呢 半夜吃小鱼 摸不着头尾 后来我成了 两个盘子十条鱼 我多鱼啊 这个马大爷的生活当中 真是有意思 原来是马大爷儿子 找工作的时候呢 整个过程是鲤鱼吃水 吞吞吐吐吐的 他不跟马大爷说 整个的过程或进展 让马大爷觉得是 半夜吃小鱼 摸不着头尾 完全不知道 进行的怎么样了 他觉得自己呢 像是两个盘子十条鱼 多鱼的人 想帮也帮不上忙 最后呢 总算是顺利找到工作了 马大爷今天 虽然说了俏皮话 虽然自己多么的多鱼无奈 不过他是非常高兴的 我们也非常高兴 他的儿子顺利找到工作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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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